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879集 原家母女三人风尘仆仆赶到鹏城 原汉没心情关心一脸菜色摇摇欲坠的亲娘 他只想知道钱有没有凑到 没有这钱 我真的全完了 高大英俊这四个字正在离原汉远去 他已经向单位请好几天假了 因为脸上的伤美好 同时也要哄周仪 原汉哪里有心思去上班呢 他更怕去单位会听到原科长的闲言碎语 那天抓捡的事情闹得那么大 还有宾馆好多客人都看见了 当时局面混乱 他无暇去看围观者都有谁 说不定他不认识别人 别人却认识他呢 受伤加上心理压力 把原汉折磨得颜值下降大半 周一再看他都冒不出粉红泡泡了 反而咋看这男人都只剩猥琐 有内涵吗 不 是须有其表的 原汉根本没啥内涵 他以前不晓得怎么瞎了眼 觉得和原汉特别有共同语言 周一不想承认一个事实 他以前和同利那些人私混 自己都没啥内涵 根本鉴别不出男人有没有内涵 那他现在为啥又能鉴别了呢 是对原汉的爱情幻想破灭了 是脑子清醒了 也是出了一趟国 好歹见过了世面 别的不说 他在语言学校的几个月 可是实打实一级一级在网上考 见过了好多真正努力的人 在看原汉 一直说自己怀才不遇 没能被领导赏识 可除了长相 他到底有啥才华 他的才华可能就是骗女人睡觉 周一跟着原汉去接原家人 不是喜欢原家人 他也想知道原家人有没有凑够钱 但也不至于像原汉一样急 看原汉他妈妈那软脚软手的样子 一看就知道是病人 原汉竟也不关心一句 只知道问钱 呵呵 关他屁事啊 又不是他妈 原汉不关心 他更不会关心的 原母擦着眼泪 哎哟 为了你这个操心事哦 家里把房子都卖了 钱给你带来了 这事情 真能解决好啊 原母一边哭诉 一边偷偷去看周姨 她等着周姨接话呢 这事原汉有错 周姨也跑不了 谁家婆娘这么不懂事 抓奸一时痛快 却要给出十五万港币 周姨冷笑 搞破鞋的又不是我 看我干啥 原二姐周梅 小姨 这事是原汉做的不对 但你这样对着长辈说话 也太 长辈 死老太婆 在医院不签字 还让原汉不准签字 差点害她一尸两命 从那时候起 周姨就没把原母当长辈了 现在 她连原汉都不想要 原家人和她有啥关系 周姨将头转到一边 连原汉都气得要死 但原汉是个没骨气的 周家的软饭香喷喷 让她舍不得 她这时候咋敢说周姨半句不是 到底是含糊把事情带过 听说家里卖掉房子 原汉就知道 钱应该凑够了 卖就卖吧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只要不影响我工作 您以后还担心没有房子住 毕竟不是自己一砖一瓦盖的 没掏过钱的房子 原汉竟不是特别心疼 就像卖掉叶小琼 留下的那堆破烂 原汉也没想过 卖得亏不亏 一来 他不了解东西真正的价值 他也没有那个渠道能卖出高价 二来 东西是上一段婚姻里白得的 不是自己挣的 肯定不心疼 原汉只想快点拿到钱 原二姐置不住周姨 还没望目的 我要见见那个破鞋 这么多钱 说给他就给他 又是 嘎吱 一辆面包车停在了原家人身边 车门哗地被拉开 下来几个人 把原家人和周姨团团围住 然后 才是何世元开着红色跑车现身 何世元自己都没下车 把脸上的墨镜摘了 要多嚣张 有多嚣张 原科长 你是没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啊 前天收到你退回来的四万五 剩下的钱 几十给 刚提到何世元 人马上就出现了 原二姐还想和何世元讲道理 看见这红色的跑车 和面包车上下来的人 原二姐连大气都不敢喘 个个都流里流气 手臂和脖子上都有纹身 一看就很不好惹 原汉也腿肚子发软 他想起来 何世元让保镖按住他 狠狠揍他的事 家里人刚到鹏城 何世元马上就现身 说明 何世元一直派人在监视着他 凑齐了 肯定凑齐了 我正要把钱给你 何世元撇嘴 胆子像针尖那么小 长得人模狗样 还真不如那些油腻的嫖客 这样的男人 周家大小姐还能看上 何世元讽刺的目光 从周姨身上扫过 周姨仿佛被人包光了 丢在大街上 元汉看见何世元难堪 周姨同样是如此 何世元把这两人 都虐出了心理阴影 虐出了条件反射 何世元觉得 这个角色演起来 爽得要起飞 他把墨镜重新戴上 手一挥 把他们都带走 走吧 还有我们小姐亲自 开车载你吗 瞧你们这怂样 也配坐跑车 何世元带来的人 把元家人和周姨 一起赶上车 一辆面包车 几十来个人 憋得人难受 元二姐也颤声道 要带我们去哪 我告诉你们 这是犯法的 何世元的打手们 哈哈大笑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犯哪门子法 元科长有胆心 连何小姐的钱都敢骗 他敢去派出所报案 我还敬他是一条汉子 元科长 我们送你去派出所 好不好 不去派出所 不去 我就是要还何小姐钱的 呸 软脚瞎一个 打手们都是雇来的 何世元只说是感情纠纷 元汉有老婆还在外面乱玩 他还有把柄落在他手里 是绝对不敢报案的 果然被何世元说中了 这些人拿了钱 就要为雇主办事 都很鄙视元汉 没碰周姨 却瞧不起周姨 却在路上 对元汉推嗓怒骂的 好好羞辱一番 还没开到地方 就气得元母差点避过气去 等面包车停下来 元汉被从车里拖出来 越发脚软 这地方慌得很 赫然是他和何世元的 偷情圣地 周姨忍住羞辱 让元二姐把钱拿出来 元家母女三人 把钱都缝在衣服兜里 拆兜就拆了老半天 何世元捏着鼻子 看着这些钱 仿佛受不了 钱沾上了元家人的臭味 我记得 自己要的是港币 周姨把钱抱着 就是华币 你爱要不要 我们哪里去兑换港币 何世元 你不要把人逼得太急了 不能够 Gal機 黏